欢迎收看行家论股 我是黄宝鑫 卫生部计划在明年 敲定电子烟的监管条规 英美烟草一旦获得卫生部的批准 就可踏入电子烟市场 该公司估计到时候 在电子烟的市占率可达到9% 不过由于截至第三季 走私香烟的市占率高达65% 联昌国际投行研究预料 英美烟草的盈利会持续下滑 因为合法相应的市场一直面对压力 而新产品也需要孕育期 行家认为该公司的盈利表现恶化 已经到了需要审视成本结构 来维持盈利的程度 因此维持减持平级和15令吉45仙的目标价